虛擬貨幣 虛擬貨幣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加密貨幣 其實我應該算是大家的前輩 台上大談比特幣投資 綜藝田網務中線 去年曾慶安 麻吉大哥共同站台替平台造勢 恭喜大家開始的虛擬貨幣交易所 去年八月風光上線的 虛擬貨幣交易所幣幣多 聲量雖然大 但一上線就爭議不斷 十六日更直接貼住公告 宣布六月三號之後 平台停止營運和所有服務 比比多當初成立打著平台利益共享 還有返還手續費等特色 吸引用戶使用 但在上線首播活動之後 就曾經傳出跑路消息 過去成立的這個 比特幣的交易平台 一直都出現倒閉潮的 最主要原因還是來自於 過去比特幣的這個價格 是一路的從兩萬塊 跌到三千五以下 所以其實造成 比特幣的交易的熱度不如以往 比比多上線不到一年 就夭折 對交易圈內人士來說 是意料之中 但仔細看一下 比特幣近三個月的走勢 從三月三千七百元震盪 到十六日收盤 飆到七千八百二十八塊美元 飆漲超過一倍 這三個月的走勢當中 的確是出乎市場上 預料之外的強 那當然在全球的貿易環境當中的 不穩定是其中一個因素 在近期的這個貿易大戰的過程當中 也讓有一些熱錢過多的這個投資人 會把這些錢投入到這個比特幣當中 貿易戰延燒讓投資人看空人民幣 造成中國資金湧向比特幣 但分析師提醒可別高興得太早 因為短線看起來起死回生 不過一旦熱潮停止 再次崩盤也不可能 三立新聞中主委戴慈惠綜合報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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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